醫院病房全滿 人潮湧入急診室 全都因為患者 喝到假酒 印度又傳假酒案 事發地就在印度南部 塔米爾納都邦 這起意外更已經造成 大批民眾中毒 甚至死亡 人數持續攀升中 今年還沒過一半 在塔米爾納都邦 假酒致死人數 已經是去年的快一倍 主營是當地貧窮人口居多 成年男性又有高達 五分之一酒精成癮 才使價格低廉的 私釀烈酒盛行 儘管當地警方 已經將嫌犯逮捕 但陰霾早已籠罩整座城市 然而近年來 假酒害命事件頻傳 凸顯印度當局 似乎沒有記取教訓 三地新聞參謀庭報導 請教訓